这个漩涡这里啊 是一个很大的坑 然后跟路 水太大了 把路给平了 现在做个警示牌 然后别别别搞的 人家开车都不知道 掉到里面去了 在这里 啊 风管去风管 到懒到爹 拦住 安全第一 这个山里面的水啊 好像没有距离在这个小沟里面 这里有个牌子口 屋里太小了 这个不宁啊 水全部都不宁靠了 这个杀树啊 倒了 幸好我们提前 把电线给剪了 要不然水是散动啊 没有办法 要叫挖进来 把这条挖开 然后水都不不宁靠 放在水里里 不然的话就不完啦,水桥慢慢出去了 整个一个山水,全都跑到这个一条沟里面来了,由不疑 这个水晒 我们当时有先天之名了,海水桥 那里面的水啊,直接从海水桥流走 因为经过我们的大雨档,要不然的话,大雨桥早就换过去了 下面那盘子管,全别人装的,太小了 这一次我们把它换了 这个蛙就过来了 在这里面呢 这一人 挖一下,水就看得已 一天可以坐起来,不要起来 他还要买黄瓜,不添满酒啊 是 不理呗 他还要买黄瓜,不添满酒啊 他还要买黄瓜,不添满酒啊 好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那个太小了 只有30公分 天气好了 都满几个米 山里面的水好大 我们隔壁有两个鱼塘被冲垮了 我们去办了 我们去办了 谢谢观看